大家好,我是大野猪 本期视频要详细地说一下尼路和他的队友圣仪物和主次条的选择 先送大家一波欧气 祝所有点赞投币的朋友出想要的角色和专武 三连加关注的朋友 十连满命满金 多多斩欧气 抽卡自然灵 目前尼路的主流配队是凉水凉草 巴巴拉可以替换莫娜或星海 由于尼路的这个固有天赋 所以他的生命是大于精通的 圣仪物使用2加2就可以了 这里可以用4斤代替 没有专武可以选择铁峰刺165点精通 主次条和副次条的优先级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接着来说尼路的队友应该选择什么圣仪物和次条 在这之前要明白绽放反应触发算的是谁的精通 比如说这个现场巴巴拉和草主的大招都在场上 左边的两个敌人挂的是草 用巴巴拉的普攻去触发绽放反应 算的则是巴巴拉的精通 如果是尼路的水环去触发绽放反应 则是尼路的精通 接着右边的两个敌人挂的是水 草主的大招和他们触发绽放反应 则算的是草主的精通 科莱也是同理 所以尼路绽放队的队友都需要精通 目前主流使用的套装是草套和教官 这里推荐草主穿草套 因为绽放反应是可以享受到草套的健康的 在词条选择方面草主是需要堆充能的 因为大招能量高 充能效果起码在200以上 而科莱大概150-160就够了 这里说明一下精通越高 稀释越厉害 所以尼路队伍的精通在400-450就够用了 当然也可以拼命堆 1000精通绽放伤害大概是4万加 同时尼路的固有天赋 还会给队伍增加100点精通 教官套也可以增加精通 草主的固有天赋还可以增加60点精通 巴巴拉则可以用三星武器来增加自己的精通 草主推荐原木西风祭礼这些充能武器 克莱的话没有决闲 用西风就可以了 野猪每天都会带来最新的资讯 和原石活动与各种攻略教学 大家可以点个关注 有空看看 让您不错过任何原石福利 最后祝所有点赞三连关注的朋友 单抽出金十连满命 大家可以去点赞三连关注的朋友 Yang所放的旅行 也不是问题吗 你也被你接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